本期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星期五杀人案 您各位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星期五杀人案呢 因为啊 这凶手杀人专挑星期五 2003年9月8号 在山东省威海市 早上七点刚过 有一个人呢 叫陈浩 骑着自行车 在马路上晃晃悠悠的 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单位了 他呢 是一家金店的员工 这家金店呢 位于威海闹市区的一条商业街上 大家都知道 一般这种门店 都是用那种银色的卷帘门 哗哗啦啦 把门一打开 就走进金店了 按照金店平时的惯例 员工每天下班之前 都得把柜台上的金银首饰收到一个特制的保险柜里边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 再从保险柜里边把这些金银首饰取出来 再摆到柜台上啊 该展示展示该卖卖 陈浩来上班是头一个 哼着小曲用抹布 把柜台上的灰尘擦了擦 无意之中一抬头啊 突然发现 特制的保险柜前边 凌乱的摆放着一堆装首饰的盒子 哎 这怎么回事啊 不应该啊 赶紧抓起一个盒子 打开这么一看 哎呀 盒子里边的首饰啊 都不见了 再看那保险柜吧 大铁锁已经被人拒断了 柜门是在那虚掩着的 陈浩当时脑子可就冲了血了 浑身一个机灵啊 哎呦我的妈呀 金店让人给抢劫了 等缓过神来之后 赶紧拿出电话拨打了110 7点55分 威海市城里派出所民警王建忠 带着两个联防队员就赶到现场了 这时候啊 金店的三个女店员和四个男店员 都已经过来了 看见金店被人偷了 个个都哭丧着脸 大家在慌乱之中发现 值班的柳建国没在这 民警王建忠赶紧就问 值班是在哪啊 几个店员呢 就把他领到了二楼的值班室 可是值班室里面空空如也 没有柳建国的身影 首饰被人抢了 值班员竟然不在值班室 是不是柳建国卷着金银首饰跑了呀 可是啊 他的同事们不相信 说不可能 建国不是那种人 他是很诚实 很有正义感的人 他绝对不会干这事 也有的同事就在那嘀咕了一句 谁脑门子上会明明白白的写着罪犯两个字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呢 正在店员们在这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 民警王建忠脑子里面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会不会是柳建国坚守自盗 不是他一个人偷的 而是和外面人勾结 把金店的首饰洗劫一空 然后逃之夭夭了呢 他正准备和所里继续汇报的时候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店员说了 警官同志 金店旁边的二楼上呢 还有一个小阁楼 平时建国晚上啊 都是自己在那做饭吃 吃完饭 再回到这边的二楼值班 王建忠和大伙 赶紧的就从金店的一楼南门出去 穿过一个小走廊 就登上了露天的楼梯 爬上了金店旁边的那个小阁楼 小阁楼里呢 是两个房间 一个是厨房 一个是卧室 一看这小阁楼 柳建国还真在这呢 脸朝下 趴在厨房的木床上 身上啊 血迹斑斑 两条腿被床单紧紧的捆绑着 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王建忠大吃一惊 赶紧打电话 向危害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警大队报告案情 随后 刑警大队领导率领着计真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同时呢 向危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告了这一个重大的案情 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也派人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和法医鉴定 值班员柳建国的颈部 胸部 背部被锐气捅上13处 右动脉贯通 左胸一刀直刺肺部 右手指由抵抗伤 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对尸体进行解剖之后 发现胃内食物充盈 也就是说 柳建国应该是在饭后一两个小时之内被杀害的 除此之外 现场遗留的线索太少了 在距离特质保险柜二十多厘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把用报纸包着的荷花牌的巨公和五根巨条 报纸是2003年7月21号的《危海晚报》文化娱乐版 特质的保险柜旁边还有一个普通的保险柜 里边装有价值100多万 没有经过加工的金钉和一些现金 金店老板说 柳建国没有特制保险柜的钥匙 却有一把能打开普通保险柜的钥匙 侦察员当时就分析 歹徒仅有钥匙不知道密码 也打不开保险柜 据此推测 柳建国在二楼的小阁楼吃过晚饭之后 准备到店里值班 在下楼梯的时候 迎面遇到了歹徒 歹徒拿刀逼着柳建国返回二楼 柳建国在抵抗之中 被歹徒的刀划伤了右手 倒退着上楼梯 所以在走廊左边的拐角那流有血迹 电灯开关上也有血迹 是戴着线手套蹭上的 卷帘门的钥匙上也有血迹 也是戴着手套蹭上的 现场根本就提取不到 歹徒的任何指纹 可见歹徒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 在现场一个不显眼的凳子后边 发现了一副血迹斑斑的线手套 估计是歹徒作案之后抛弃的 这起案件可就不仅仅是一起抢劫案件了 而是一起命案 当天晚上 危海市公安局就组织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时任危海市市委书记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都到了现场参加了会议 危海市公安机关呢 也在这次会议之上成立了九七大案专案组 分析案情的时候啊 大家呢是各输己见 但是结论是一致的 抢劫杀人案 这是明显的 应该是团伙作案 很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歹徒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估计歹徒已经逃离危海 技术专家对现场遗留的巨条又进行了认真的比对 一致认定 巨条是第一次使用 很可能是为了作案在危海市新买的 由此可以初步认定 歹徒是流窜作案 特制保险柜上的那把大铁锁 确实是被拒给拒断的 不过被拒的痕迹啊 比较粗糙 那说明什么呀 作案人拒锁的时候 动作是比较笨 但是也很重啊 很沉稳 证明作案人力气大 胆子大 专案组呢 首先调查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 拒工和拒条的来源 具体的做法 我们之前在很多案件里面也讲过类似的 那就是找出来 这锯条是谁卖出去的 到底什么商店 或者说什么日用杂货店 会卖这种锯 同时围绕被害人柳建国接触的人 来进行排查 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线索倒是不少 可真正有价值的不多 一条一条线索被反映上来 又一条一条线索被排除掉 在筛除掉了大量的无销线索之后 专案人员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 那就是在案发半年之前 柳建国在环宇金店值班的时候 曾经当场抓到过一个小偷 并且把这个小偷扭送到了城里派出所 这小偷呢叫张长盛 家住张村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专案指挥部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分析张长盛很可能怀恨在心 勾结一些人把柳建国给杀了 然后抢走金银首饰 张长盛马上被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城里派出所民警王建忠等三名民警就赶到了张长盛的家 不过他的家人和邻居们都说呀 说长盛啊 半年前被派出所拘留之后 在村子里边呢 感觉也没脸见人 出去打工去了 再也没回来过 十号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人来到了派出所 说有重要的线索提供 来的这人呢 也姓陈 四十岁左右 说话呢不急不慢 挺稳重的 属于比较儒雅的那种男人 这位陈先生啊 原本是黑龙江省双压山市政府工作人员 后来得了皮肤病了 就来到微海做水疗 治病期间 因为耐不住寂寞就租了一套房子 还养了一个小姐 这个小姐叫白雨 九月九号下午 白雨在跟陈先生撒娇的时候就说 玲玲昨天找我玩 手上戴着戒指 耳朵上戴着耳环 脖子上还戴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 可气派了 他说是他男朋友李刚刚刚送给他的 这玲玲呢跟白雨啊是同行 也都是出卖色相的 白雨跟陈先生说这话 目的很明确啊 就是我姐们有 你也得给我买一套吧 可陈先生呢就是工心足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琢磨了一会儿 突然很疑惑的说 怎么这么巧啊 时间正好能对上 你没听说环宇金店被一伙歹徒给抢劫了吗 值班员也被杀了 玲玲的男朋友该不会是抢了金店的首饰送给他了吧 陈先生啊虽然在生活上不太简典 但是呢在其他地方上啊还算是挺正派 所以主动的就向专案组提供了这一重要线索 民警呢就找到了那个玲玲啊 穿金带银的那一位 这玲玲呢也挺配合工作 他说戒指啊 耳环的金项链啊 是9月8号那天上午男朋友李刚送给他的 李刚呢是黑龙江人 2000年春天到威海打工的 长得人高马大的 你要光看那个样子啊 嘿 这就是个猛男啊 壮得死哥死哥的是吧 侦察员呢 就问他是在哪个商店或者是哪个金店 给女朋友买的金首饰 李刚面对警方的询问闪烁其词 哎呦 这这记不清楚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呃 买了好久了 李刚这是明显的不配合呀 所以民警对他是更加怀疑了 只能把金银首饰 拿给金店的老板辨认 不过金店老板一看 这些戒指和耳环 和店里丢失的型号不一样 不是金店丢的 既然不是 这条线索就有中断了 9月13号中午 几名年轻的民警呢 就来到了威海市红霞街 一家五金标准件的商店 9月7号前几天 你们店出售过巨弓和巨条吗 店主一回忆 差不多两周之前 我卖出了一把巨弓和六根钢锯 你卖出的巨弓和钢锯 是什么东西包裹的呢 我想想啊 哦 我记得是用一张报纸包的 然后放在了一个浅绿色的塑料袋里 什么报纸 应该是威海晚报 因为我也没订别的报纸 威海晚报 一共八张报纸 你用了一张 那剩下的报纸呢 哦 剩下的应该还在呢 我去给你们找一下啊 说着 从柜台里边找到了 剩下的七张威海晚报 把这报纸和商店里的巨弓巨条 进行比对之后的结果是 现场发现的钢锯 和这家五金店卖的钢锯 是一个工厂出产的 现场包钢锯用的威海晚报 那文化娱乐版 和商店剩下的七张威海晚报 是同一刀切的 是完整的一份报纸 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了 案子终于算是有了一丝曙光了 专案组决定 深究下去 趁胜追击 你还记得 买报纸的人的体毛特征吗 那买钢锯的两个男的 好像是东北口音 皮肤呢挺黑的 从穿着打扮看 都像农民 当时一个人在门里 一个人在门外 在门里的人呢 穿着浅灰色的上衣 浅咖啡色的裤子 身高一米七左右 外边站着的那个人 没看清楚脸 他究竟穿什么衣服 环翠区所有的出租房屋 城里派出所啊 有一管片民警 叫吴军亮 他呢 负责西北村的排查工作 他连续排查了两天两夜 整个管区四百多户人家 都查遍了 也没什么收获 吴军亮就琢磨着 如果有没有办赞助证的租房者 就有可能会被漏下 他呢 就多次到居民楼里边走访群众 向每一个居民打听 有没有陌生人出现在楼里 当年9月15号下午 吴军亮啊 打听到红旗街七号楼的时候 有一个经常在楼底下下象棋的老大爷就说了 七号楼啊 有个陌生的女人 刚出去买菜了 可能是租房的外地人 吴军亮呢 马上对红旗街七号楼 可能出租房屋的房主 一个一个的排查 七号楼中单元603的房主姓马 这马先生说呀 房产中介公司 介绍了一个女青年 到她这租房子 这个女人呢 叫一倩倩 马先生跟这一倩倩讲好了 每个月的租金是700块钱 这一倩倩呢 倒挺大方的 当时就交了三个月的房费 2100块钱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吧 一倩倩呢 就给马先生打电话 说马桶坏了 找人修修 马先生呢 就跟修马桶的人 一起到了这房子这 看见房子里有两个男的 一个长得黑瘦黑瘦的 穿着黑色的短袖上衣 另一个呢 聪眉大眼的 挺高 挺魁梧 过了几天呢 一倩倩呢 就又给马先生打电话 说这马桶啊 根本就没修好 请找人再来修修 这马先生也没办法啊 自己的房子啊 又找修理工 到了出租房 发现房间里呢 又多了几个男的 在马先生的印象里 房间里多出了 有三四个男人 到底是三个 还是四个 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三个 吴军亮啊 就问马先生 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呢 嗨 他们呢 住了二十多天 就不辞而别了 吴军亮和马先生 一块来到了七号楼 六零三 打开房门 进去 这么一看 房间里边收拾的 干净极了 地板也擦了 水龙头啊 马桶啊 喝水用的玻璃杯啊 吃饭用的碗啊 喝过的空啤酒瓶子啊 冰箱门啊 都擦过了 一枚指纹也找不到 这就很奇怪啊 你说你擦个水龙头啊 哪怕你勤快 擦个马桶 这都行 空啤酒瓶子 你擦它干什么呀 电视的遥控器 这些物品呢 也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丝痕迹都没有 租房子的人 退租的时候 把房子打扫 这么干净 吴军亮反正是没见过 因为一倩倩 没有办理赞助户口证明 所以吴军亮 在几次排查的时候 也都把它给漏掉了 吴军亮联想到自己 走访六零三邻居的时候 邻居都说 没见过六零三房间里 有男人出入 只见过一个年轻的女人 进出过 吴军亮就想 这里明明住着几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 楼下的居民 却没见过几个男人 只看到这个女人 这只能说明 这些人的行动 是非常谨慎的 吴军亮站在六零三的房间里边 夺来夺去的 一边溜达 一边琢磨 突然一抬头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 环宇金殿 尤其是柳建国被害的 那个二层小阁楼里的一切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看到这儿 吴军亮啊 真是心里一亮 顿时就感觉 六零三的几个人 肯定是有问题 他呢 就又来到居委会调查情况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呀 我到六零三收过水费 那个女的挺大方 拿出五十块钱交了水费 意思是省得经常来收 说完 这个工作人员呢 还把当时的水费单子找了出来 吴军亮建水费单子的签字栏里写着 一倩倩 沈阳市河东区五花街五十二号 还有身份证号码 吴军亮一看就说 一倩倩的这个身份证啊 很明显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三七大头的身份证 应该是山东省 而不是辽宁省 第二个疑点 沈阳市有个和平区 有个大东区 根本就没有和东区 很显然 这个身份证是假的 吴军亮随后就把这些情况 迅速上报到了专案组 专案组派出了专案侦察员 对六零三的房客 进一步的详细调查 侦察员在六零三房间里 发现了房客留下来的一套被褥 调查人员对这套被褥的出售商店 也进行了调查 想从中找出犯罪嫌疑人 更多的特征 侦察小组呢 费了不少的周折 总算找到了那套被褥的出售商店 可遗憾的是 卖这套被褥的人呢 对这顾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也是每天卖那么多 见那么多顾客记不住 侦察小组呢 就进一步的向房屋中介机构 了解了出租房屋的详细经过 据中介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呀 8月11号我们这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又黑又瘦 中等身材 女的呢个头不高 长得挺漂亮 两个人都是东北口音 说要租房子 而且指定租房地点 要在市立医院周围 三十一厅 七十多平米就够了 了解完这些 专案组就进行了分析 这些人租房子点名地点 是因为市立医院 距离环宇金电禁 方便作案 他们在正式搬到 马先生的出租房之前 可能住过宾馆或者旅馆 也有可能是从另一处 出租房屋里搬过来的 于是专案组有重点的走访 排查了宾馆旅店 侦察员们呢 是废寝忘食的调查 终于在案发之后的第七天 有了新的进展 9月14号 城里派出所副所长林志波 和一名侦察员 正在杏花宾馆调查的时候 在宾馆登记本上 掉下来了一页纸 就在这张纸上 找到了8月11号 登记入住在这里的 三男一女的名字 和身份证号码 服务员呢 模模糊糊的记得 是女的先到宾馆 联系的住房登记 当时呢登记了三个房间 侦察员从宾馆的登记本上 查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然而那个女的呢 不叫一倩倩 而是叫吴敏利 身份证号码呢 是21打头的 三个男人的名字 分别是王铁 刘威和李大发 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七木贵和环翠区公安分局 刑侦中队长于连海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 几经周折 在辽宁省盖州市 沃龙泉镇龙泉村 查到了这个 叫吴敏利的女人 吴敏利一听 来的人是公安局的 就老老实实的说 这个身份证 确实是我的 但是 我没去过山东危海 更没住过那个宾馆 因为我的身份证啊 早在几年之前 就丢了 龙泉村呢 也有村民证实 在案发期间 吴敏利的确 没离开过村子 至于那王铁和刘薇的 身份证地址和号码啊 全是假的 查来查去 只有李大发的身份证 是真的 李大发呢 是辽宁省盖州市 沙岗镇小山村人 15号晚上9点钟 副局长钟臣 还有省厅刑警总队 副总队长举俊俊俊 俩人呢 带着人啊 开着警车 就从危海赶到了辽宁省营口市 到营口的时候啊 已经是早上的七点多了 八点钟已上班 钟局长呢 就和营口市刑警支队 还有技术部门 取得了联系 并且得到了 营口市公安局 盖州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 很快就查到了 李大发的详细情况 可是这个李大发 并不在家 你这过来找人帮忙 不得跟人客气客气吗 所以钟局长呢 就跟营口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 张俊波就说 我们这回来办案呢 真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们一定很忙吧 哎 老钟啊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我们忙的都焦头烂额了 现在正攻坚两起 入室抢劫杀人案呢 挺挠头的 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警力 至今呢 案子都还没破 现场上收拾的干干净净 没留下什么证据 侦查了几个月了 一直没有发现侦破线索 老葬啊 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你们盖州发生的 这两起案子的作案手段呢 根据现场情况推测呀 应该是叫开的门 我们分析判断是熟人作案 抢劫财务之后 就把人杀死 4月27号 杀掉的是一家三口 被杀的是盖州市农店所 盐朝水所长和他的妻子 还有正在上高中的17岁的女儿 7月27号 杀掉的是保险公司 车险科科长孔续青和他的妻子 当时呢 赶上他们儿子没在家 歹徒在每家抢了七八千块钱吧 还抢走了他们的手机和金银首饰 被杀的盐朝水和孔续青 在当地也都算是有点身份的人了 凶手是用什么捆绑的被害人呢 这两起案子呀 都是用床单把被害人的双腿给捆绑上了 那案发地点是什么位置呢 这两起案子的案发地点都是盖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 这天晚上中局长和赃队长聊完之后 失眠了 头脑之中啊 翻来覆去的都是盖州发生的 这两起入室杀人抢劫案 还有危害的九七入室杀人抢劫案 第二天清晨 中局呢 又找到了赃队 他拍着赃队的肩头说 老赃啊 你们的两起案子 和我们危害发生的环宇金殿案子 有四点相同之处 第一 作案地点都是繁华闹市区 第二 时间都是选在周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四月二十七号 七月二十七号和九月七号 都是星期五 第三 三起案子的凶手 都是用床单捆绑被害人的双腿 第四 案件性质 都是抢劫杀人 我感觉到你们这两起案子 跟我们那起案子 像是同一伙人所为 咱们联手干吧 我的案子破了 你们的案子 也就破了 十八号凌晨三点多钟啊 李大发 回到了家里边 危害警方和盖州警方 经过进一步的沟通 也终于达成了共识 目前几起案子 最重要的线索 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这个 李大发 所以呢 他们制定了全新的抓捕方案 不在村里抓捕李大发 而要把他调出来 在外面 实施抓捕 那么李大发 和这起案子 有没有关联 危害九七大案 和盖州四二七案 七二七案 到底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危害警方和盖州警方呢 达成了共识 决定啊 把李大发 从村里边调出来 实施抓捕 专案人员呢 在村子里边啊 就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这李大发呀 在村子里边 有一个好朋友 叫叶田和 叶田和说话 李大发是最听的了 盖州警方呢 派出了一名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 叫李建胜 李建胜呢 人就是公安大学 侦察专业的毕业生 功夫也好 平时真说两三个人呢 你还真对付不了他 李建胜呢 就假装叶田和的朋友 给叶田和打了电话 喂 二叔啊 我那谁 我张思啊 咱好久没去了 今天中午啊 我请客 就在夜来香酒店 就咱俩也没意思 要不把你平时的好朋友 李大发也叫上 人少了就没气氛了 哎 二叔 你还能找几个朋友啊 我好安排啊 叶田和一听 我叫上李大发就行了 得嘞 二叔 中午11点50 我准时在饭店等你们俩啊 你们可得按时过来啊 行 不见不散 差不多11点左右 叶田和呢 就把李大发约出来了 大发呀 有个朋友 中午呢 请咱们到夜来香酒店吃饭 他说咱们平时呢 也不在家 想在一块坐坐 套套近乎 哎 行 咱们这些天呢 也太紧张了 也该轻松轻松了 11点半左右 李大发和叶田和呢 就从村里走了出来 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 这李大发当年是34岁 个头一米七四 长得浓眉大眼的 叶田和呢 正好跟他相反 个子不高 小眼睛 看着呀 文质彬彬的 李大发跟叶田和 这俩人一路上是谈笑风生 距离酒店 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 迎面呢 走过来几个身材魁梧的青年 其中一个青年就拦住了李大发 你是李大发吧 是 我就是李大发 李大发呀 张嘴就说出来了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那青年就说 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大发这时候有点明白了 跟你走 你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呀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协助我们的工作 李大发这时候还明知故问呢 公安局找我干什么呀 公安局里有什么了不起啊 公安局就可以随便抓人呢 去了你就知道了 民警麻利的就给李大发 戴上了手铐 李大发呀 在这一边挣扎着 一边喊叫着 你们抓错人了 我要告你们 叶田和呢 这时候脸色耍的一下就白了 看这样子 叶田和是非常的慌张 他这一举一动啊 都没逃过专案人员的眼睛 办案人员就琢磨 这叶田和一定有问题 你是叶田和是吧 为了不走路风声文拓起见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这时候叶田和是目瞪口呆 可是跑是跑不了了 乖乖的跟着侦察员就上过车 民警呢 把李大发和叶田和 带回到了盖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这时候啊 已经是18号下午3点多了 李大发在询问室里边啊 装傻充愣一句话也不说 副局长忠臣亲自审问他 李大发 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 回答你什么问题啊 李大发 你什么时候到的危害 我没到过危害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没做过 你没到过危害 危害姓花宾馆的登记本上 为什么写着你的名字 用的是你的身份证 我身份证找不着了 也许是有人用我的身份证 开的房间呢 你们干公安的 为什么不查清楚 就来问我呀 我怎么知道啊 李大发 我们是从危害来的 为什么不去找别人 单找你 你心里应该明白 李大发这回啊 是什么也不说了 就看着窗外 他这是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一直到了九月十九号 凌晨三点 审讯人员不断的做工作 李大发 这才又开口说了几句 我是去过危害 不过我去了几天又回来了 那事不是我干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叶田和他们干的 他们都是谁啊 李大发 马上又打住了话头 不说话了 在另一间审讯室里边啊 对叶田和的审问 也正在同步进行 你们找我也没用啊 反正 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叶田和呢 满头的头发 已经是花白色的了 平时说话呀 有条不紊的 可现在呢 惊慌失措 通过继续审讯 叶田和不打自招了 那事不是我干的 是李大发他们干的 那他们是谁啊 我没参加 我哪知道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 是李大发干的 叶田和一看得了 自个说的漏了马脚了 也不再说话了 20号凌晨4点50分 李大发突然就站了起来 疯狂的跑向了窗户玻璃那 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看守李大发的四个民警啊 一愣神 反应过来赶紧追了过去 这窗户啊 基本上就跟落地窗似的 窗台特别低 一个侦察员 死死拽住了李大发的腰带 想把他拽回来 可是李大发呀 力气太大了 差点把这个民警 都给带下楼去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 快松手 也不知道是谁喊的 这民警下意识的松了手 另一只手死死的 把住了窗框 这才没有随着李大发 结结实实的掉下去 隔壁房间里边啊 中局长呢 正在研究案情呢 就听见哗啦 一声撞碎玻璃的声音 哎呀 坏了 出事了 中局赶紧跑到讯问室 从窗户往下一看 李大发 正好落到一楼的平台上 一动不动 中局第一个念头就是 完了 线索断了 李大发一死 他的同伙就会听到动静 然后带着赃物逃跑 原来的方案也就全部泡汤了 在场的专案人员呢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就看着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李大发 几秒钟之后 奇迹出现了 李大发的腿 在那抖了一下 这时候有人喊 李大发的腿动了 他没死 中局一看 人还没死 马上送医院抢救 盖州警方呢 赶紧联系了救护车来救人 在医院通过抢救之后 医生说呀 做了全面检查了 除了胳膊被玻璃划伤了 其他的完好无损 五脏六腑啊 都没什么事 中局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审讯室是在五楼 一个人从五楼摔下去 不仅没死 也没什么大事 这怎么可能呢 中局啊 赶紧吩咐手下 看李大发的精神头啊 他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趁他头脑清醒 赶紧想办法 撬开他的嘴 拿到他的口供 这李大发 还真是没什么事 因为李大发跳楼之后 落到了一楼平台的一些木头架子上 这算是有一个缓冲 所以呢 没被当场摔死 审讯人员呢 走到李大发病床前 就问他 李大发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我们这些人 有个君子协定 一旦哪个人被抓了 绝不能暴露同伙 一定要自行了断 没暴露的人 凑个十万八万的 给这个人养妻儿老小 你们是什么时候 到了危害 八月十一号 李大发呀 经过这一次自杀没死成 态度算是来了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你把抢劫危害 环宇金殿的经过 详细叙述一遍 这 我承认 我都死过一次了 是你们把我救过来的 我的命 是你们给的 你们问我 我就说实话 这一系列案件呢 有一个关键人物 姓高 叫高震财 高震财呢 过去啊 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哥三个 他是家里边的老二 别人呢 都跟他叫高老二 高震财他父亲呢 是个挺有心计的 很会做生意 他父亲呢 就希望啊 三个儿子都能有出息 把自己多年积攒的资金 帮每个儿子都办了一个工厂 高震财开办的呢 是一个特种纸箱厂 他们生产的纸箱质量特别好 高震财 在前期的艰苦创业之中啊 确实也吃了不少苦 流了不少汗 终于成功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高震财的纸箱厂固定资产 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700多万 有了钱之后呢 就不学好了 他呀 就愿意去歌舞厅潇洒潇洒 快活快活 在里边就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巨敬美 这巨敬美啊 热情似火啊 是真漂亮 跟巨敬美在一块 高震财是要多开心 有多开心 要多兴奋 有多兴奋 于是呢 就在巨敬美家的邻村 找了一间民房 和巨敬美同居了 你看过去一说 谁要变坏 就是吃喝嫖赌 现在是吃喝嫖都有了 还差一赌呢 甭着急 没多久 这高震财就迷上赌了 经常拿着密码箱 里边装着都是钞票 去一些地下赌场 跟赌友们玩个通宵达旦 有时候一晚上就能赢个十万八万的 当然了 更多的时候是一晚上输个十万八万的 高震财呀 几乎把他全部的家当就都输光了 往往一输 就更想在赌场上把他给赢回来 是越想赢那你越输越赌越完蛋 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了 再过过没钱的日子 怎么过呀 高震财也知道 要想东山再起 可没那么容易 琢磨来琢磨去 要想着重新发达 那就只有一条了 铤而走险 2001年4月初 一个晚上 高震财呢 在家里边啊 摆了一桌酒席 请他的好朋友李大发 喝夜甜和喝酒 高震财有钱的时候啊 对朋友很仗义 在经济上呢 也不亏待自己的几个弟兄啊 所以高震财这几个哥们 对他也是感恩戴德 扶手贴耳的 这几年呢 我这场子不景气 现在这钱呢 也是越来越不好赚了 唉 高震财 故意放出这么几句话 说完呢 就朝在座的每个人脸上 就看了过去 李大发这时候举起酒杯 呼啦一下子站起来了 二哥 我跟着你干 你说干什么 我就去干什么 夜甜和呢 旁边也附和着 老二啊 你是志多兴 你就出谋划策 我们俩呀 都听你的 我琢磨来琢磨去 就只有一条赚钱的捷径 咱们去抢吧 我已经有了目标了 具体行动时间还没定 等我定好时间 就通知你们 这李大发和夜甜和 也想着发大财 当上百万富翁啊 一听高震财都愿意干这事 他那么聪明的人 咱跟着他肯定没错啊 行啊 这活干得过啊 高震财啊 不仅招来了李大发和夜甜和 连他那个情妇巨敬美 他也没放过去 他们坐下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37岁的高震财啊 因为吃喝嫖赌 家财都败光了 就想着去干抢劫的勾当 就找来了李大发和夜甜和 不仅如此 他那年轻貌美的情妇巨敬美 也让他给拉过来了 本来呢 高震财啊 不想让巨敬美参与 但后来一想 他是个女的呀 女人有女人先天的优势啊 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再者说了 巨敬美是我现在最亲近的人了 关键时刻不会出卖我的 所以这巨敬美 就成了高震财的得力助手 当年4月27号 是个星期五 盖州城啊 是一片春光明媚啊 晚上七点半 这巨敬美呢 就敲开了盐潮水的房门 谁开的门呢 盐潮水的妻子 任凭哪个当媳妇的 说看见家门口 突然出现一漂亮的姑娘 这心里边都得坑腾一下子 赶紧就问谁啊 找谁啊 啊 呃 我们是盐所长的朋友 有急事找他 房门是打开了 走进房门的 除了巨敬美之外 还有高震财 李大发 叶田和 他们仨人一进去 巨敬美呢 就悄悄的溜掉了 这盐太太呀 一看进来几个男的 满脸的不欢迎 也不太热情 也没让座 也没给他们倒水喝 高震财阴着脸就说 日子过得不错吗 盐所长上哪去了 他欠我的三万块钱 该还了吧 说着就歪坐在了沙发上 翘起了二郎腿 李大发跟叶田和呢 都站在他身边 啊 他出去了 市里有个经理请客 不知道得折腾到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呢 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晚 我们今天呢 就在这等着他 说着就招呼李大发他们 你们几个别傻站着呀 都给我坐下 这盐太太呢 看到这三个大老爷们啊 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可是 没有存有戒备之心 他哪知道灭顶之灾 已经来了 几个人呢 就很尴尬的坐了几分钟啊 李大发跟叶田和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高震财随后 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 李大发跟叶田和 一块朝着盐太太 就靠了过去 委屈你一下吧 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钱 等你当家的回来之后 还了债 就放了你 盐太太呢 以为他们就是吓唬一下 也没反抗 李大发 从他们夫妻卧室的床上 拽出了一张床单 用带来的匕首 把这床单撕开 把盐太太的双腿啊 就捆了起来 高震财这时候说话 还挺温和的 嫂子 我们一起等盐所长回来 让他把钱还给我 我就放了你 这时候啊 不仅盐潮水的媳妇在家 盐潮水的闺女也在家呢 在房间里边写作业呢 他听见客厅里的动静就问 妈 你们干什么呢 说着就走进了客厅 高震财一看又好 他要不自己出来 还真没发现还有一人呢 把他也给绑上 李大发呢 用匕首把另一张床单撕了 把这女孩的双腿也给捆上了 与此同时用胶带 把他们俩的嘴就给封住了 这个时候盐太太 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可为时已晚呢 合着他们不是跟我闹着玩的呀 一个小时以后 大约是晚上八点半 房门外边呢 有开锁的声音 高震财知道一定是盐潮水回来了 就又给李大发 叶田和使了个眼色 终于等回来了 三个人迅速守在了门口 盐潮水打开门锁 刚一走进屋 就被人摁住 用床单捆住了 盐所长 我是来给你要钱的 今天呢 你能把我借给你的三万块钱还给我 我就饶你全家三口人的性命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盐所长一看就知道 麻烦了 信里边拿定主意 就尽量的拖延时间 我明天哪 一定把钱给你凑齐了 求你放了我们全家呀 高震财在客厅里边走来走去 没有明天 只有今天 把你家的现金和存折都拿出来吧 盐潮水那一脸真诚 哎呀 我们是工薪阶层 家里真没有存款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咱们讨论这个问题 无疑是浪费时间 我认为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钱是人挣的 有了人 才能再去挣钱呢 盐潮水知道 自己呀 是身陷绝境 想挣脱被捆绑的双腿 打开窗户 喊救命 可高震财不给他这机会 其实盐所长心里明白 就是把家里的存折都拿出来 这几个人也不会放过他的 一直到半夜十二点 高震财见没有油水可榨了 就让李大发和叶田和呀 当着盐潮水的面 把他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杀死 最后杀死了盐潮水 这几个恶魔 在盐潮水的家里边 翻了一个底朝天 抢到了八千多块现金 两部手机和三件金手势 然后把现场收拾干净之后 逃之夭夭了 这一年的7月27号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这次行动啊 高震财把他的同乡李正森 也拉了进来 李正森别看年纪不小了 快五十了 可干起坏事来 不在话下 还是那个时间段 晚上七点半 他们呢 来到了盖州市保险公司 车险科科长孔旭青的家外边 咚咚咚敲门 孔旭青呢 就问谁呀 我们是孔科长的朋友 找他有事 这回说话的 还是俱敬美 孔旭青一听 就把房门打开了 四个恶魔 就挤进了屋里 只有孔旭青夫妻俩在家 他们的儿子呢 放暑假了 到乡下奶奶家去了 这也算是逃过一劫 高震财他们跟上回一样 把孔旭青和他的妻子杀死 抢去了七千多块钱 两部手机 四件金手饰 和一块白色的 奥米格女士手表 两次入室 连杀五人 虽然抢到的财物 没多少吧 可是刺激了高震财 他们那空虚的灵魂呢 高震财就跟同伙们说 咱们在盖州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 出省去找财路 听人说山东危害 经济很有实力 下一个目标 就是危害 然后 咱们逐渐杀向全国 2003年8月11号 清晨6点 高震财 李大发 李正森 叶田和和巨敬美 五个人就到达了危害 下船时间是早上6点半 在海边一个小酒店 吃了点早饭 大海边转了转 巨敬美一看 哎呦 危害真漂亮 我愿意在这住一辈子 亲爱的 等咱们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我就在危害 买一栋小楼 咱们就在这养老了 到时候啊 你再给我生几个漂亮的孩子 高震财一边说着 一边四处打量 巨敬美呢 感觉心里边挺美啊 我要给你生个儿子 当天下午 巨敬美到杏花宾馆 登记了三个房间 第二天上午 又到房产中介公司 登了记 房产中介公司呢 把他们介绍给房东马世参 由巨敬美出面 就租了马先生的603室 一个星期以后 高震财选中了环宇金店 因为环宇金店地处繁华的闹市区 高震财认为啊 最繁华的地方 也是作案最安全的地方 在威海选好作案地点了 觉得人手不够 就让李大发回去 再找个人来 李大发回到老家 又把金松贵给带来了 金松贵呢 来了之后也没登记 就跟李正森住在一个房间 高震财呀 每天就坐在603里边 观察环宇金店保安员的生活规律 以及周围的动静 直到他觉得万无一失 这才开始行动 9月7号下午 高震财一脸严肃的跟几个同伙就说 哥几个 今天晚上就行动 我在这用手机指挥 静美 你到码头 买今天晚上九点钟 到大连的船票 你们四个人分工合作 一定要谨慎从事 干得利索点 不要拖你带水 随后他又暗地里边找来李大发 大发 今天晚上的行动 一定要让金松贵的手上沾血 拉他下水 这样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咱们干到底 不会轻易的出卖咱们 晚上七点半左右 四个歹徒就潜伏在了环宇金店的附近 七点五十分的时候 环宇金店的保安柳建国 在二楼的小阁楼里吃完饭 从外边露天楼梯上就走了下来 这小楼周围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人 路灯还挺昏暗的 忽然就冒出来两个身材魁梧 满脸杀气的男人 手里边还拿着匕首 柳建国一下子就给呆住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 这是要抢我们金店啊 转身就想去报警 可是被两个歹徒死死抓住了 这两个人就是金松贵和李正森 柳建国在挣扎之中 右手被金松贵的匕首就划出血来了 金松贵比划着这匕首 不要出声 回房间里边去 柳建国被刀逼着 只好一步一步倒退着 回到了二楼的小阁楼 李正森和金松贵把柳建国就铺到在厨房里的那张床上 然后金松贵呢 用匕首把单人床的那单人床单就给撕开了 把柳建国的双腿就捆上了 金松贵拿着刀啊 俩手也在那哆嗦呀 李正森就在旁边跟他说 你还不动手 等什么呢 金松贵一闭眼举起刀来 朝着柳建国的胸膛啊 扑呲一下就刺了过去 连惊带怕的一共刺了柳建国十三刀 见柳建国一动不动了 这才助手 李正森拿着柳建国身上的钥匙走了出来 打开金店的卷帘门 和潜伏在外面的叶田和李大发会合一起进了金店 四个歹徒看见自制的大保险柜 和真正的那商用保险柜并排放着 大保险柜呢 是用挂锁锁住的 李正森拿出事先买的锯条 把这挂锁就锯断了 打开门一看 里边是一盒一盒的黄金白金钻石珠宝 几个人的眼睛啊都冒出绿光来了 把那些手势一件一件装好了 嘿 喜结一空 逃之夭夭了 李大发用手机向高震才请示 二哥 我们已经按照原计划 把东西拿到手了 装首饰的大铁柜旁边 还有一个保险柜 我们不知道密码 你看我们 不管了 撤 李大发呀 在警局里边跟审讯员就把这些事情来龙去脉 前前后后都交代清楚了 2003年9月18号 警方围剿劫匪的行动正式展开 他们最先来到的就是聚敬美的家 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抓获巨敬美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2003年9月18号 警方围剿劫匪的行动正式展开 他们呢来到了泉水村的一个院落里边 在这个院子里边啊 有几个女人 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和三个年轻的女人 这就是聚敬美的家 聚敬美呢 也在琢磨着 以后啊 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可能就很少有了 所以她装出特别开心的样子 和妈妈 大姐 以及嫂子 在这亲热的聊着家常 突然呢 就有人敲门 咚咚咚 敲得很客气 聚敬美这时候心里一机灵 就悄悄的躺在了她妈妈的身后 派出所的人来了 就说我不在家 聚敬美的嫂子把门打开了 进来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啊 是镇上派出所的联防队的队员 他们进屋往炕上 这么一看 坐着的这几个女人里边 没有聚敬美 聚敬美在家吗 聚敬美的母亲呢 装聋作哑 没直声 聚敬美的嫂子很热情的说 哎呦 敬美啊 出去好几个月了 她一直没回来 几个联防队员呢 就走了 回来之后就报告 说聚敬美没在家 哎呦 这专案组成员一听 难道情报有误吗 于是啊 又在村子里边走访调查 有的村民说 我明明看见聚敬美回来了呀 她肯定就在村里啊 专案组的人员 这时候跟联防队说 你们呢 肯定是打草惊蛇了 聚敬美 很可能要采取措施 目前最重要的 是赶紧找到聚敬美 不得有 侦察员在村子里边 秘密调查 就开始问大家 聚敬美和亲戚里边的谁 走得最近 呃 聚敬美啊 跟他二姐聚敬文的关系是最好的 那聚敬文住在村子里面吗 敬文和他的丈夫在山上养残呢 几个年轻的侦察员就爬到了半山腰 找到了一座用木板搭的小房子 这是聚敬美他二姐聚敬文养残的临时住所 聚敬文呢 正在山上摘树叶子呢 他的丈夫啊 正在那洗残茧呢 侦察员去了 开门见山就问 聚敬美来过吗 聚敬文 三十来岁 穿的挺朴素 脸上的皮肤一看呢 就是干活干的不少 很粗糙 被太阳呢 晒得很黑 但是比聚敬美啊 要端庄 要稳重 静美出去几个月了 一直没回来 聚敬文说话的时候有些胆怯 聚敬美和集体大案有牵连 知情不报是犯法的 你看见聚敬美 一定要向派出所报告 侦察员给聚敬文 就做了一会儿思想工作 又给他讲了一些法律知识 通过分析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聚敬美确实没到聚敬文这来过 可实际上呢 聚敬美就躲在不远的地方 和他一起躲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一切的主使 高震才 高震才和聚敬美 眼瞅着公安 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他们呢 也异常的紧张 高震才这时候啊 跟聚敬美说 公安局把这都包围了 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面对着随时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这种境遇 聚敬美也在等待着高震才拿主意 聚敬美啊 已经是吓得不行了 眼睛里边充满了痛苦和忧郁的表情 聚敬美仔细端详着高震才 他全身心的爱了这个男人 已经三年了呀 已经没有逃出去的可能了 我们一起死吧 和你死在一起 我死而无憾 聚敬美 确实是真动情了 高震才呢 皱着眉 在那苦思冥想 一直也没说话 聚敬美看看自己心爱的这个男人 没有和自己同归于尽的意思 于是啊 这心里边是从绝望变成了更加的绝望 那你就离开这里吧 逃出去 高震才这时候 两只眼睛看着聚敬美 还是不说话 他很尴尬 使劲的在那搓了搓手 他不愿意应付这种令人伤感的场面 过了十多分钟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来一个小纸包 郑重其事的放在聚敬美的手里 敬美 我也留了一包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他 知道吗 此刻的聚敬美 不知道高震才在想着什么 彼此之间的一切恩爱啊 仿佛也在这一刻 全都消失了 聚敬美尽量做出来 非常平静的样子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会遵守那个君子协定的 你带着我目标太大 那样我们就谁也逃不出去了 我不想拖累你 你到我二姐那儿去询问逃出去的路 说完之后 聚敬美流着眼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知道这纸包里边是毒药 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了 高震才出来之后 高震才出来之后 其实想想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这个情人 想着把他带走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自己的安全 只能牺牲他了 心一横一咬牙一跺脚 一个人迅速的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此时此刻 周围的公路上啊 设下了卡点 民警呢 在那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晚上八点左右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 行驶到离卡点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突然就加快了速度 卡点值班的班长就说 这辆车肯定有问题 赶紧拦住 请停车 我们例行检查 两个年轻民警一边说着 一边举起旗子来示意停车 可谁知道那辆出租车 一点响应也没有 一采油 强行的就闯过了卡点 卡点民警刘建刚 没拦住那辆车 情急之下 鸣枪警告 不开枪还好 这一鸣枪警告啊 出租车的速度更快了 这条路啊 本来就不宽 并且呢 是这种山路啊 蜿蜒盘旋的 这出租车 你就看在这小路上吧 一会儿左躲 一会儿右闪的 卡点民警 当时呢 就记下来了 出租车的车牌号 副局长忠臣 深感事态的严重 这辆闯关的出租车里 很可能就有 九七大案中的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是到山里藏匿赃物 也有可能是来和聚敬美联系的人 总之肯定和九七大案有关系 这是不容置疑的 必须尽快找到他 不过卡点民警 放的这几枪 我估计啊 已经把这位床卡的 不速之客 给定在山上了 山上荆棘丛生 山高路陡 路又被我们封死了 他是插翅难飞 侦察员 很快又通过 出租车的车牌号 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 专案人员呢 把这司机找到之后 对他进行了审讯 你为什么要床卡 民警名枪 你为什么不听 出租车司机也很委屈啊 那人拿刀架我脖子上 逼着我床卡 我不闯 他会杀死我的 你认识那个人吗 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 我不认识那人 我跑了几公里 那人又逼着我停车 我只好停下 我不知道他窜到什么地方去了 出租车司机的态度啊 不卑不亢 反正就一口咬定 我也不认识那是谁 这时候中副局长 又果断的给出了判断 出租车司机和那个床卡的人 一定很熟悉 要么是亲戚朋友 要么是有什么利益纠葛 否则他不会玩命的 帮着这个人床卡 但是啊 不能在出租车司机身上浪费时间了 当务之急 要找到那个床卡的人 专案组决定 加强卡点的警力 不能再发生有人床卡的事件 专案组分析 山里边呢 有金矿 也生产黄金 床卡的这个人呢 很可能到山里 找化金师 将脏物融化 经过物理处理之后再消脏 聚敬美就在村子里边 那个不速之客 很可能就是团伙首要犯罪嫌疑人 高震裁 一时间 所在的水帘洞阵 就成了重要的战场了 19号凌晨 几辆警车 呼呼啦啦的 就开到了水帘洞阵 海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文青 带领着局党委的全体成员 以及四百多名民警 穿着迷彩服 拿着冲锋枪 把水帘洞阵就全面包围了 挨家挨户的进行检查 而此时的聚敬美呢 浑身没有力气的 靠在一棵很老的歪脖子树那 他的心里边啊 空落落的 他心里边刚才就已经明白过来了 今天的下场 是早就应该预料到的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要背叛情人高震才 他决定要遵守那个君子协定 19号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聚敬美就把高震才 留给他的那包粉末吞了下去 一夜没睡的侦察员呢 在聚敬文家附近的水沟边上 终于发现了聚敬美 侦察员马上送聚敬美去往镇医院 可是在半路上聚敬美就死了 医生诊断是服毒自杀 聚敬美服毒自杀之后 这条线索可就又断了 专案组分析 聚敬文的手里应该有脏物 聚敬美死前一定会把自己手中的脏物交给他的亲人 21号上午 专案组传讯了聚敬美的二姐 聚敬文 你妹妹 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她 没有 她 什么也没给过我 聚敬文 坐在那 极力的掩饰着自己的慌乱 一提起妹妹啊 聚敬文 是泪流满面 聚敬文呢 性格历来就很沉稳 最疼爱的小妹聚敬美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聚敬文这心里边啊 也真不是滋味 你再好好想想 聚敬美是极其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她手里一定有抢劫的金手势 那是脏物 如果在你手里不交出来 你就犯了窝脏罪 聚敬文呢 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 她呀 终于说出了实话 十八号那天 静美交给我一包东西 让我替她藏着 那包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藏在路边的石头缝里了 侦察员在聚敬文的指点之下 在村头的残垣断壁的石头缝里边 找到了聚敬文藏的那个小包 打开这个小包啊 里边是四枚黄金戒指 一枚白金戒指 一对白金手镯 还有一条黄金的手链 和两枚黄金制作的毛主席像张 一共是九件黄金手势 中臣副局长呢 马上通过电话和威海联系 把这九件金手势的型号和特征 就告诉了威海专案指挥部 威海方面回电话说 那九件手势和威海环宇金店 被抢劫的手势 型号相符 可以认定是被抢劫的手势 赃务终于找到了一部分 此时此刻 这个案子才算是终于有了眉目 20号 专案指挥部发出命令 盖州全市乡镇派出所 质保会协助公安机关 全力搜捕犯罪嫌疑人 高正才 李正森和金松贵 并且悬赏奖励 提供犯罪嫌疑人线索的群众 20号中午 有一个在山上放羊的村民 向卡点民警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 高震才究竟逃往哪了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专案指挥部发出命令 全力搜捕高震才 李正森和金松贵 20号中午的时候啊 有一个在山上放羊的村民 就向民警报告情况 我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啊 发现山上有一个穿绿色棉大衣的人 专案指挥部分析 山上发现的穿绵大衣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床卡的捕塑之客 于是呢 马上派出了一个小分队 直奔放羊人提供的地点而去 下午三点钟 终于找到了一个移动非常缓慢的人 这个人呢 面色苍白疲惫不堪 看上去 这体力就明显不行了 这个人万万没想到 真枪实弹的盖州刑警 这么快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惊慌失措之中 只能是乖乖就擒 这个不速之客 果然就是首要犯罪嫌疑人 高震才 当天晚上八点 小分队压着他 赶回了盖州市区 在审讯室里面 由忠臣副局长亲自审讯高震才 高震才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我为什么把你请过来 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吧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既然已经栽在你们手里了 也就无话可说了 你倒是个爽快人呢 那就把你做的几起案子 交代了吧 高震才呢 只承认那三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是他组织人干的 至于详细的经过 他又不想交代 你把危害还与金店的黄金珠宝首饰 放到哪了 黄金不在我手上 我把它交给巨敬美了 高震才啊 猜测巨敬美 这么一个痴情的女人 肯定已经死了 索性一口咬定 之前的这些物件啊 都交给巨敬美了 高震才你说假话 这么多的东西 价值一百多万 你不可能全部放在一个女人手上 大部分黄金珠宝首饰的下落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领导 就是这样 我真的都交给巨敬美了 真是这样 我对天发誓 肯定是这样 终局知道 高震才还抱有侥幸的心理 巨敬美可还有一张嘴呢 他也要说话的 对不对 一听巨敬美的名字 高震才 心里边一哆嗦 这个女人没死 这不可能啊 她一定死了 她不会骗我的 在随后的审讯过程之中啊 危害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志浩 又接替中局 和高震才在那进行着较量 一直审到了晚上十二点 高震才才给下了多大决心似的 好吧 我说实话 我把那些黄金白金珠宝首饰 都扔大海里了 张队和中局 也就暂时停止了 对高震才的讯问 中局分析说 他把这批抢劫来的货 扔到大海里的可能性很小 这很可能啊 是他耍的又一个鬼把戏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姑且先把他的话 当成真的去试试 看看到时候高震才还有什么话说 当时呢 正好是海水涨潮的时间 盖州警方马上派人向有关部门了解海水退潮的时间 说准确的海水退潮啊 应该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钟 也就是21号上午九点退潮 第二天 中局呢 带领着一个小分队 压着高震才 又拿着借来的碳雷器 到盖州的大海里边 去捞那些黄金珠宝首饰 到了海滩之后 中局就问高震才 你把那些首饰扔什么地方了 我都扔在渔港码头的海里了 中局啊 往那这么一看 渔港码头旁边 有一个建筑水泥梁 横在海滩上 如果真的像高震才说的那样 他把那批脏物扔在了大海里 估计这道水泥梁能挡住 不会被潮起潮落的海水冲走 此时已经是九月下旬了 盖州的气温啊 已经挺低的了 小分队的民警啊 就在海水里边捞赃物 那脚啊 都让海水冰的通红通红的 确实就像中局之前猜测的那样 高震才 这是在耍花招呢 捞半天 也捞不出来 高震才 你是怎么扔的 高震才用手比划着 煞有其事的说 我就抓一把 扔大海里 再抓一把 再扔大海里 那你是什么时间扔的 中午十二点左右吧 这边说着 那边的民警啊 还在冰冷的海水里边捞着呢 高震才 你纯粹是在撒谎 中午的时候 码头工人都在劳作 在这么一个众目睽睽的环境之下 你能站在大海边 往海里扔脏物吗 谁会相信呢 于是又把高震才 带回了审讯室 高震才呢 有点不耐烦的说 我说我都交给巨敬美了 你们不相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好撒谎说扔海里了呀 你们相信我的话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确实把那些东西都交给巨敬美保管了 审讯就这样 再次陷入僵局 虽然对高震才的审讯啊 始终没有突破 但是还是有好消息的 就在前一天晚上 中局他们审讯高震才的时候 也就是20号晚上 侦察员在盖州的一个舞厅里边 将李正森抓获 专案组呢 还得到一个新的情报 说金松贵已经逃到大连了 盖州警方和大连警方迅速取得联系 大连警方呢 也积极配合 正通过旅店酒吧舞厅等渠道 加紧查找金松贵 高震才啊 就一直还在迎口市的看守所里面 张志浩张队 带着两名侦察员 就在那询问高震才 因为之前呢 经历了李大发自杀事件 所以侦察员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生怕再出点什么差错 高震才说话呀 是不紧不慢 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供认不讳 但是就不交代 那些珠宝财物到底放哪了 这一天到了中午12点20 工作人员呢 把四份盒饭 就送进了看守所的询问室 这时候啊 其中一个侦察员叫江刘涛 把高震才的口供已经整理完了 就剩下让高震才看过签字了 张队啊 就跟大家说 行了 大伙都饿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继续工作 一边说着 一边给每个人递了一盒盒饭 一瓶矿泉水 也给了高震才一个盒饭 过了一会儿啊 高震才吃了一口饭 说要水喝 另一个侦察员叫刘忠诚 就递给了他一瓶矿泉水 张队拿着盒饭 就到审讯室旁边的桌子上 去吃了 刚吃两口 刘忠诚就跑了过来 张队 不好了 高震才头上冒汗 浑身抽搐 张队一扔筷子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一看高震才脑袋歪在一边了 脸色是死灰死灰的 已经翻开白眼了 不会说话了 马上送医院抢救 在民警的帮助之下 讯问人员呢 把高震才送进当地医院 进行抢救 张队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给中局打了电话 中局 高震才出事了 他头上出汗 浑身抽搐 我们正在赶往 市里医院的路上 中局和七木贵大队长 正准备吃饭 一接到张队的电话 赶紧放下筷子 行 我马上过来 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 说这高震才啊 服毒了 得马上进行抢救 先洗胃 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护士手里边拿着开口气 可就是撬不开高震才的嘴 他这牙呀 咬得紧紧的 我怎么也打不开 中局这时候也到了 在旁边挡得是心急如焚 一把抢过来小护士手里的开口气 我来试试 一定要把他救过来 中局之前也没干过这活 也没用过这开口气 更没给人洗过胃 这回啊 为了抢救高震才 这算是当了一回医生 总算是把这嘴给撬开了 反复的给高震才洗了几次胃 医生说呀 高震才服的什么药 还不清楚 没法抢救 中局啊 这时候急的都不行了 医生啊 这不是一般的病人 你们要全力抢救 我给你们出一个抢救方案 心脏不好 打救心针 血压不正常 调整血压 呼吸不正常 输痒 哪不好就治哪 这就是最好的方案 医生呢 也没办法 现在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下午四点多钟 高震才终于醒了过来 22号 高震才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 中局亲自主审高震才 想从他嘴中 得到黄金珠宝首饰的下落 高震才 那些黄金珠宝首饰 你除了给巨敬美酒价 其他的你都放到哪里去了 你也是够黑的了 你怎么都给毒吞了 我当时 把这些货 都交给巨敬美了 你的罪行累累 难道你就不想赎罪 把那批东西交出来吗 我杀了六个人 死六次也不多 已经这样了 说不说 我还不都是死吗 高震才 你脏物不交出来 你就会给家人留下祸患 只要你的家人动用了这批脏物 那就是窝脏罪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找不到这批脏物 我们是不会罢休的 可高震才就是一口咬死 黄金珠宝都给巨敬美了 他心里边 其实是在打一个如意小算 他想保住这批财物 留给他的妻子儿女 留给他的亲人们 后来盖州市公安局的领导们 看见忠臣副局长这样啊 也都劝他 老忠啊 这些天你们也够累的了 我们也深受感动 现在案子已经破了 你们也该回珠海 好好休息一下了 那批脏物找不到 我不走 就是把盖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找遍了 也得把那些脏物找回来 就带着这九件金首饰 我回去怎么下船呢 等把赃物都找到了 我才能走 行 老忠 你不走 我们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忠局呢 又跟高震才交了两次封 但都失败了 看来 黄金首饰的下落 从高震才的口中 是说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忠局又想 高震才 目前最近的亲人 一个是他老婆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他岳父 有可能会把这些珠宝留给他们 忠局呢 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之下 找到了高震才的老婆 你的丈夫高震才 在危海抢劫了一批黄金珠宝首饰 你应该知道藏到哪了 没看见 他的事情 我从来不过问 高震才的下场 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 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你总不能让你的孩子 也背上罪名吧 那批脏物 只要一动 就是窝脏罪 什么手势 我真没看见 有一天 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 埋在我姐姐承包的果园里了 赶紧的 高震才的老婆 就领着专案人员 到了他姐姐家的果园里 到了指定地点之后 侦察员开始挖 挖到一米三以下 终于挖出了一个捆绑的很结实的包裹 打开一看 满满的珠宝首饰 晚上八点 专案人员从山上回来 这心里边啊 是说不出的舒坦 大伙呢 晚饭都没顾上吃 在三间大屋子里边 把所有首饰摆在桌子上 认真的清点 一共有黄金饰品 830件 白金饰品 178件 珠宝饰品 250件 18K金饰品 90件 其他黄金饰品 300多件 再加上从巨警闻那缴获的酒件 和黄宇金店丢失的数目一致 一件也不少 珠宝拿到之后啊 终于给年轻的副中队长于连海下了任务了 你呢 负责保护这包东西 我们大家保护你 从那一刻起 于连海就把那个沉沉的包裹抱在怀里边 坐车的时候也抱着 坐船的时候也抱着 一刻也不离声 在路上的时候啊 更不敢睡觉 9月26号凌晨4点 天刚蒙蒙亮 微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忠臣一行九人 带着那包沉甸甸的黄金珠宝 从船上走下来 公安部还专门发来贺电 向微海市公安局表示祝贺 辽宁省警方通过网上追逃 10月份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金松贵 在辽宁省丹东市落网 2004年早春的一个上午 抢劫杀人犯高震财 李大发 叶田和 李正森 金松贵 在辽宁盖州扶法